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大家昨天休息的好吗 睡觉很重要 补养器很好的方法 那现在不好入睡的人还不少 那不好入睡是结果 原因是什么 想太多了 身体是个机器 停不下来了 所以睡觉的时候还想很多 代表牵挂的事太多 所以假如是我们学佛的人不好睡觉 那这个就要反思 哪些人事物放不下 主师有提醒我们 说婆有一爱之不亲 你对整个世间的人事物 还有哪一样贪爱 临终被此爱所牵 所以不能有贪爱 贪恋世间一根草 你说这个草开花很漂亮 我很喜欢 都不能往生 你太贪爱一根草了 之后可能做蜜蜂去了 去采蜜 你看我们出家人不能贪爱经典 法上因舍 何况非法 这个法是指佛法 你贪爱 华言经 任言经 太喜欢了 结果你神事 离开身体了 太喜欢了 被这个太喜欢拉回去了 拉到哪里去了 拉到长津阁去投胎 长津阁里面有什么 没有爸爸妈妈 长津阁里面只有 虫哦 哇 你看 危险哦 出家可能比你们更危险 假如有贪爱的话 所以老和尚强调 学佛是放下贪 而不是贪换对象 我去贪法了 我去贪功德了 甚至于贪 哎呀 我到道场里啊 这同修对我很好啊 哎呀 我们家那些冤亲在主 对我不好 你看你起分别心了 贪求的心了 所以 这个修行 偶艺大师 有一段重要的教诲 叫敬色明 敬土中的敬 社团的色 敬中 同修一起学习 明是座右明的明 所以敬中团体 要受持的四个原则 第一个是 敬土为归 归宿 那这个归字叫归星事件 不见了 诸位 菩萨 你们有没有归星事件 要回极乐世界 有哦 有是嘴巴讲的 你昨天有没有担心的事 在那里想半天 极乐世界不见了 所以不是归星事件 虽然现在很激动 有哦 现在接我就去了 不要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 要自己检查 你昨天还有很多牵挂的事 那你不是归星事件的 大家有没有离开故乡 比方一年没回故乡 三年没回故乡的经验 哇 当你坐上车 坐上飞机 脑子里都在干嘛 哎呀 我妈妈待会不知道煮什么 你都在想家里的事情 那叫归星事件 我们很想回去 每天就想 异佛念佛 想着极乐世界的 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清净海会众菩萨 还有极乐世界 宝树行间 得风花雨 妙香天悦 都在想 极乐世界老家的情况 那是归星事件 你还被其他东西拉走了 你现在身体还很好啊 就被它拉走了 临终呢 那就更没把握了 所以我们修净土法门是 异行道 这个异不是很容易 不能误解了 这个异是比其他法门容易 不是它很easy 就往生哦 最重要是你要放得下时间 所以净土违规 那大家自己要检查 还有哪些放不下 就要练习 就要练习 放下了 用佛号来转 或者用意理来转 就像我们昨天也提到了 你今天在担忧哪个人 对自己有没有帮助 对对方有没有帮助 那不能干这个傻事了 所以佛法 佛是觉 在哪里觉悟 自己的念头 自立立他 你一生烦恼 自己堕落了 对方还受我们干扰 当有一个人 比方说你父母在担心你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觉 你心上也会有负担 所以 要在念头觉悟 要在一切境界觉悟 就像我们现在 这个题目 今天跟大家交流的是 家庭工作中 落实菩萨道 菩萨是觉悟的 有情众生 所以我们在家庭生活 工作当中 都是觉悟的 讲话 是觉悟的 不是随顺情绪讲话 不然会讲错话 我们昨天那位菩萨开悟了 哎呀 我这样造口业了 这觉悟了 善妇口业 不及他过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这个不见世间过 不是你是非三恶不能判断 是你很清楚是非三恶 但是不放在心上 你假如是非三恶都分辨不清楚了 那世间人说 这个学佛的学得有点迷糊了 有点呆了 是不放在心上 因为你放在心上 对人形成成见 而且你放在心上 你把别人的过错缺点放在心上 它会不会发酵 应该叫发酵是吧 会起反应 会不会扩大 有时候那个扩大到 难以想象 因为这个陈德曾经在珠海 有一次演讲 我们昨天也提到了 夫妻白头偕老 一句真言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底下有个女士 喊得很大声 我这句话才讲完 她马上喊 没有优点 我们在台上讲歌 突然接到变化球 接还是不接 她说没有优点 我当时候可能有佛菩萨加持 我就走下台去 到她的面前说 这位女士 你的先生没有优点 你还嫁给她 哇 你有我们佛门地藏菩萨的精神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所以 没有优点 你怎么可能嫁给她 不可能的吧 但是我们 一把对方的缺点 一放心上 她一直扩大了 你看人就不客观 那就像 我们要去极乐世界 佛门说 生则决定生 为什么决定可以生 因为你已经接通极乐世界的频道了 哪一个频道 48频道 要按48 跟48月相应 为什么老儿上定的早课是 第6评 晚课是32到37评 有没有老人家的 良苦用心在里面 那我们早课 做了 心同阿弥陀佛 愿同阿弥陀佛 行同阿弥陀佛 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 同德同行 每一天是用这样的心情 去工作的 晚课呢 32到37评 主要是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持戒念佛 检讨 检讨 我今天有没有 依照这个 五戒 十善 在处事待人 因为持戒 才能得清净心 因戒得定 定就是清净心 这个戒呢 你看我们今天谈的是 菩萨道 菩萨道有六度 当然你这个菩萨道 再提升 菩萨不修 普贤行 不能原成佛道 你还要修 普贤行 的菩萨道 因为 无量寿经 第二品 贤供尊修 普贤大事之德 你要把那个平到街上 这个 我们高雄 有一个尽忠学会 叫德贤尽忠学会 德尊普贤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 因为他们在德贤路上 台湾的地名 尤其这个路名 非常好 我住高雄 我们高雄有十条街 叫一心 二胜 三多 四围 四围是礼意连词 五福 六合 还有六合镜 欢迎我们昨天 要修六合镜的同修 到高雄走走 到六合路走一走 七贤八德 九如十全 所以这个 我们从小 都 这个路名里面就有传统文化的元素 在其中 所以他们在德贤路上 结果呢 这个尽忠学会的门牌是多少呢 四十八号 哦呦 那我吓一跳 这个佛菩萨明明中在加持路 哪有这么巧啊 刚好四十八号 所以其实啊 佛菩萨是法界身 佛菩萨在哪 法身 一切法都是他的身 所以老和尚已经入法身了 老和尚在哪 Anytime Anywhere 你只要想他的教诲 他就加持你 你打烦恼啊 他在旁边 加持不上啊 就好像你拿个黑鱼上的 太阳照不进来 所以密宗有讲三根本 本尊是成就的根本 你念阿弥陀佛 就成阿弥陀佛 第二呢 是事业的根本 是护法 护法全心全意 红法的人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老和尚的摄影 一定都放 韩馆长的 法相 因为 护辞他老人家三十年 念护法的恩 第三个 是加持的根本 就是你依止的上师 依止的老师 所以老和尚留给我们这个法身色力 只要我们 只要我们 遇到境界 都是用他老人家的教诲来思维 正思维 善思维菩萨 那老人家就随时在加持我 跟我们没有分开 所以不能用 情止学佛 哎呀 老和尚原己了 哭了好几天 怎么可以哭好几天 虽然蛮讲情义的 但是你一转念 老和尚的接力棒交到谁手上了 哈啰 老和尚的接力棒交到谁手上了 哈 交到我手上了 不能交到谁谁谁手上了 哎 哎 哦 我有时候遇到同修啊 同修一看到我 成德法师 佛法就靠你了 哦 我说你不要不负责任 一推都推给我 你看我都驼背了 还推给我 哈哈哈 哎 哎 老和尚说 普贤菩萨的 请佛注释 要先请谁啊 先请自己啊 你请别人 别人不肯 求人难啊 哦 所以我这个 很多分别执着啊 都是被老和尚的法语啊 有敲醒的 那我出学佛的时候 到高雄进中学会 共修 我记得那一天晚上 是我们道工长老去讲经 那晚上吃饭 我们在学会吃饭啊 顺便听老上讲经 刚好讲到 请佛注释啊 老上就分析了 你看这个是 世上几十亿人口啊 遇到佛法的有多少 遇到佛法呢 又遇到正法的有多少 现在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呢 遇到正法 又能遇到当身念佛法门的 又有多少 你遇不到念佛法门啊 不知道极乐世界啊 你要靠自己断见识烦恼啊 几乎很难哦 末法一亿人修行 喊一得到 唯一念佛 得度生死哦 那老上这样分析下来 你看剩多少人啊 那你都遇到了 你不请自己注释 你还请谁 好像蹦给我 当头一棒 所以 我们在05年 老人家 说到 被联合国逼的 因为把5000年老祖宗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 这些 理论 方法 智慧 经验 成效 都讲了 结果这些专家说 是理想 做不到 那这个时候就要做实验了 要做实验了 才能让人家有信心哦 所以德国要不要做实验 要从哪里做 从 杜舍多夫 是吧 从我们这个中心开始做 是吧 所以当时候 真的哦 你真的发现了 佛菩萨祖先加持力很明显 做了几个月啊 人心转变很大哦 离婚率犯罪率 快速下降了 啊 当时候 老和尚给我们的指导 啊 诸位在 啊 网路上的同学们啊 你们不能听执着了 哦 那是杜舍多夫啊 就是指我们所在的地方啊 这个听大臣佛法要离言说相 我一讲杜舍多夫你就着杜舍多夫 不对了啊 离我的言说相 一意不一语 就是要从 当下 就是老和尚送送我们的 加持我们的那一句 和谐社会 从我心做起 从我家做起 从我正做起 哇 你看这十六个字很精辟哦 那假如住在大都市的呢 从我社区做起了 甚至从我单位做起啊 比方海南省监狱系统 当时候张发厅长负责 他从他自己的 所管辖的地方做起 哇 他现在好多地方都请他去分享经验了 因为他做出 成功的案例了 大家有信心呢 而且他做 不是激动的哦 做 他也是依据啊 做事的次第 不能靠激动哦 是因为我们做事当中 都有佛法 都有做人做事 正确的态度 观念做法 要循序漸进 不能超之过其有 大家不要一激动都出去发传断 来和谐社会 不要这样哦 要从我先 他是从 领导者先学 教育者 首先所教育 他要教育服刑人员 自己要先学 所以九个最重要的干部先学 再来干警先学 之后才是服刑人员 所以你看我们当父母的人 一遇到传统话 谁先学 孩子 孩子 不对啊 父母长辈先学啊 才有身教啊 不然你你在讲道理给他 他就说你也没做到啊 他就没信心啊 单位里面领导要先学 下属才会服气啊 学校里面校长老师先学 学生才会服气了 教学的人先学了 进一步呢 先从一个点 不是求快 物欲数 物见小力 孔子提醒的 欲数则不大 见小力 则大事不成 事情就做不成了 你会急功近利啊 成不了事 我们有一个成语叫 亚苗助长 希望那个 道苗长快一点 快了 快了 隔天全死了 被他拉死掉了 你要让他自然成长啊 不能急 所以我们修行能不能急啊 个性急啊 要调 所以古人留了一句话给我们 为学 我们学圣贤学问佛菩萨的智慧啊 为学第一功夫 要降得浮躁之气 一顶 为什么我们 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出来 老和尚讲今天说 小大人 年纪不大 很稳重 因为不从容 利端正 走路不能太快 太急 大家听过小俄语吗 这个是教小朋友的第一本书 我当时候翻开第一句话呢 我就很震撼 因为第一句话就是说 一切严动 都要安详 十差九错 我们什么时候会出差错 只为慌张 一慌起来了 一急起来了 就要出状况了 所以一急啊 心浮气躁啊 那个法入不了心啊 所以要先把心调安定 平稳 这个学法 才比较容易欺怒 那什么时候 要把自己的心调安定 你看我们一吃饭 我吃完了 我遇到一个朋友 哇 你吃饭好快啊 我本来就这么快了 其实我是暗示的 我们有一些习惯了 自己没有看到 这个都要反观 修行是修正行为 甚至修正个性 不能急 那他们在做 海南的这个 因缘 从一个点 他没有着急 从一个海口市监狱的 监狱 监狱里面好几个监狱 先做试点 做得很有成效的 海口市监狱 再来呢 再推向各地 而且他们还培养师子 很有章法 不是急救章 所以是 把经典落实了 人能宏道 是人 存心做事 要跟经典相应 不是靠激动的 所以这一句 人能宏道 就很重要了 我们今天不是说 我们背了很多经典 我们就能宏道了 是我们照经典去做了 比方 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相 我们去做了 人家 他变了 变柔和了 变替人家想了 他最近是接触什么 原来是接触净空老和尚 给老和尚脸上贴金 不是去买一个金箔 那是行事 不是食指 佛法重食指 不重行事 你太重行事 你就容易着在外相上 所以修行的功夫是放下多少洗剂 不是你读多少经 念多少佛 那是手段 不是目的 念佛是要调伏妄行 调伏烦恼 你在念的时候 昨天那个同修念两万 我今天非拼过他不可 阿们的阿们的阿们的 你养成习惯心很乱 所以修行 看自己的心要很深入 所以欧耶大师净色名四条 第一个净土为规 第二持戒为本 戒为无上菩提本 老和尚特别强调 孝清尊师是大根大本 孝清尊师才能开发我们的亲近心 开发我们的性得 你看菩萨界里面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无量寿经说 无量寿经说 于诸众生 誓若自己 当孝于佛 常念诗恩 当令是法 久住不命 我们昨天提到了 要把无量寿经变成什么 人生的剧本 所以无量寿经的弘扬 从谁开始 开悟了 从我开始不能去求别人 为人演说 你看我们学群术这样 活的群术这样 学无量寿经 活的无量寿经 所以老和尚赞叹海贤老和尚 你去看他的光碟 记录他的 他就把无量寿经表演给我们看了 老和尚还怕我们看不懂 你看老和尚多慈悲啊 手把手带我们啊 讲了六个小时 海贤老和尚的表法 我们可能 下个月 找时间把这六个小时好好学习 希望你们都能上来 我们一起 跟着老和尚的指导 这都是老和尚很重要的法身设立 那他们 你看从点 线 面 然后又重视培养师 这样才能长远 你长期依赖其他地方啊 这不能长久 老祖宗 老祖宗留了一句话说 圆水 救不了静佛 而且要就地取财 所以 所以 诸位同修你们要请佛注释 看看有没有年轻人发心 护士他们 好 你看 又有救护车了 就是发掘年轻的人才很重要 十万火急 你看马上就有音乐配合 好 因为 对 这个 我也 这一两年 遇到一些 护法 他们也都七十来岁了 但是现在我们静中学会 都是老人 没有年轻人 我说这样不行 都要沉船 一代一代都要有人 那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静中学会都是老人是结果 原因是什么 不要推给末法 不要把责任推给末法 我们弘法 有两个原则 契礼还有什么 契机 你面对年轻人 马上跟他说 人生苦长 生死无常 死身是大 你明天就会死 他一定 好 再见 你不一定气他的鸡 你跟他讲 找对象很重要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他刚好在思考这个问题 你就跟他说 黄念族老居士有交 我们大学中庸里面有交 刚好是他的需要 包含 我们现在回答问题 比方说有三十个问题 差不多一半都是家庭问题 孩子教育问题 占最多 他不解决这些问题 他心里的烦恼不能化解 所以佛门说 先以欲勾迁 后令入佛子 他现在最需要什么 我们看到黄念老 面对要去日本留学的学生 跟他谈 谈什么 谈学业 谈道业 谈婚姻 谈未来的事业 他们一定很受用了 这是契机 所以 这个要让年轻人进来 我们也得 为什么老儿上指定我们弘法 的讲座叫 幸福人生讲座 这老儿上定的 而且首先讲什么 五轮大道 你要让他明白 五轮八德怎么做人 怎么处事 他人都做不好 他怎么成佛 这个都是老儿上指导的 那你一说幸福人生 哪一个人不希望幸福啊 首先就是 人与人要和谐 这个老儿上给我们指路了 我们可以照着做 包含 你要吸引年轻人 要有朝气 这个李秉斌老师说 不要有衰丧气 哇 我们虽然七十岁了 很有活力 像我也常常期许自己 豪情不减当年 这个三十岁出来 现在已经五十几了 豪情还是不减当年 你看老儿上也表演给我们看 不忍众生苦 不能圣教衰 九十岁了来 坐飞机坐好几趟 都在给我们表演 只要众生需要 积极去成就应援 那老儿上有讲到啊 现在 对于佛法 传统话 最大的贡献 用我们普贤行说 最大的供养 往修供养是什么 做出榜样 让人家有信心 人家一看到你们夫妻相处了 很羡慕 向你请教 他的缘就接上了 看你的孩子教得很好 你是怎么教的 你就为人演说了 所以广修供养 就在做榜样里面 你的亲戚朋友 一接触你 你变了 你以前不怎么笑的 现在笑容变多了 弥勒菩萨 很欢喜 我的课你有毕业的 我们佛门第一堂课 上课的教授是谁 弥勒菩萨 大度能懂 笑口常开 那 诸位菩萨 你的亲戚朋友 见到你的时候 有没有曾经说 你变了 你气质不一样了 有没有 还没有啊 那我们得要继续加油 这样才能为人演说 不啊 我们儒家也说 读书贵在 变化气质 怎么变 你真正落实一句 保证你的气质变了 假如还没有变了 可能一句都还没有 用心去做 大家有没有曾经发一个愿 我这三个月啊 尽力落实 老上 这一句 念念为他人着想 你挑一句就好了 大家想啊 这一句真的落实三个月了 人会不会变 会啊 他的我值 自我感受少了 我的看法 我觉得怎样怎样少了 他呢 替人想 站在人家的角度 气质就变了 所以 解行要相应 行就是要去落实 这样境界才能提升 解帮助行 行深了 又帮助解得更深 解行相知 解行相知 这么做呢 都没有离开我们的本分 敦伦 敦伦 敬分 我们一位 我们一位 母亲 每一个本分都可以行不敦到 比方说你现在当妈妈 你做出榜样了 你会影响很多人 那我们称 那我们称 陈家的女性叫太太 大家知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称太太 三太啊 周朝的三太啊 太江 太任 太死 三代女人很有德 每一代 结果每一代都出圣贤 的孩子 周朝圣王出最多 大概在妈妈的角色行菩萨道了 文王 妈妈叫出来了 武王周公 都是妈妈叫出来了 我们一位 王老师 他也是夫妻商量好了 他专心带孩子 带了四个孩子 我看到现在生四个孩子 又是做胎教 真产报国 阿弥陀佛 现在都不生小孩啊 没有人才啊 就麻烦啊 他带孩子出门 都很自然的 在公园里面 就有不认识的人过来了 你的孩子跟一般孩子不一样 你是怎么教的 所以你做榜样 真的可以起到影响 这个就是普贤行在落实的 那 我们 刚刚提到 这个珠海那个女士说 没有优点了 那 是因为什么 把对方的过失放在心上 你要修普贤行 你要修普贤行啊 礼敬主佛 你不能把 对方的过失放在心上 你就很难礼敬他了 大家愿不愿意做普贤菩萨 愿意啊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见过 常见自己过 这六祖大师讲的 是同一段话 与道吉相当 我们都看到自己的过 叫忏悔业障 每天 一天过去了 今天生口意有没有过失 我也不知道 那就糊涂了 因为我们每天讲好多话 大家有没有观察过 一天可以讲几句话 有没有讲错的 修行人 观心为要 警觉性要很高 话讲错 马上能 关照到 甚至于那个话上来 还没出去 不对 阿弥陀佛吞回去 因为你不对的念头 一起来 还没有言行 你假如敏锐的话 你的身心已经不一样了 比方说 你有点生气了 你那个言语还没出来 你的身体已经感觉到 观心为要 这偶一大师的第三个重点 敬寿明第三个重点 第四个是善有为依 依重靠重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我们懂得听人家劝 文欲恐 人家称赞没有没有歪 还做得不足 文过 谢谢你提醒我的问题 文过心 质量是 质量是 渐向心 大家有没有曾经 跟你的另外一半说 请教 我有哪些缺点 有没有请教过 没有啊 今天是个好日子 你肯去请教啊 你的另一半说 你变了 我们刚刚强调 佛法重实子 不重形式 不是说你吃素多少年 不是说你学佛多少年 实子是什么 你放下多少 放下多少分别制作 你看六祖大师的公案 有没有给我们表演 六祖大师在家人 他去到黄美的时候 那边出家人有多少 上千喔 还有一位神秀大师 有没有 跟了五祖好多年喔 那旁边跟好多年的多不多 很多喔 请问最后得一波的是谁 在家人 没有听过经 没有去禅堂做过禅 在哪里 在堆防聪明 批财 可是他放下最多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啊 最后听了半部金刚经 大彻大悟 何其自性 本质清静 人家都放下分别制作 所以他得一波 结果有人不甘心了 追去啦 说实在的不甘心啊 那你就不相信五祖 慧能大师的慧言啦 难道五祖大师还会传作吗 所以我们容易相信自己 不容易相信老师 哈哈哈哈 那祖师表演给谁看的 表演给我看的啊 一佛出世 千佛永代啊 阿难尊者 佳赦尊者 我们去极乐世界就知道了 原来都是古佛来的啊 来配合释迦牟尼佛啊 演给谁看啊 我啊 我不能辜负他们 表演的这一 这一出千古大戏啊 不是佛表演而已啊 孔子还有那些弟子们 都是来表演的啊 欸大臣佛法是在印度开始的呢 最后在哪里 发扬光大 为什么 是偶然吗 万法因缘生喔 中华文明啊 重视孝清尊师啊 心量又大 你看那种心量都是 古是欲明明得于天下者 你看我们的祖先一谈都是天下 哪有说只谈自己的家呢 只谈自己的 心量跟大臣佛法很像 佛在《启示戒经》啊 讲到他遣二大菩萨 与正弹方向教化 这一点我当时看到的头皮发麻 原来都是配合 不能辜负孔子老子啊 那因为有儒家道家的基础 我们大臣佛法才能接上去啊 所以老和尚观察了几十年啊 老和尚用心良苦要护持 我们这些弟子们啊 观察什么呢 老和尚上一代出了很多高生 为什么到这一代啊 很难啊 老和尚观察了几十年 最后 老人家观察明白了 因为上一代人都有传统文化的基础 到他们这一代人呢 就少了 甚至很多都没有了 他的弟弟小他六岁 就没有学的机会了 老和尚去私塾 我还好像是八个月的时间啊 观察到了 因为没有基础啊 你学不了大臣佛法 所以老和尚一直强调 敬业三福 三世诸佛 敬业正应啊 第一福是什么 人天福 你要会做人 孝养父母 奉事事长 慈心不杀修事善业 我们出家在家 假如没有孝卿尊师的基础 那你要入圣教了 不容易了 所以为什么老人家大声疾呼要 扎根 那是观察了几十年了 对我们法生慧命的护士 后来又看到应光大师讲 是有真儒方有真生啊 有真正有儒家传统做人基础的 他出家才能真正成为高僧 他才有那个基础 所以应主这些话很恳切啊 所以有人发心出家 老和尚都提醒他 你要先扎根 比方说我们不调服傲慢 那假如出了家了 人家都理尽我们 可能变成傲慢增长的增上缘 所以这个扎根呢 是老和尚的慈悲 那我们学佛啊 是要放下贪 放下这些习气 不是换对象 所以不是分别执着换对象 所以这一点呢 很值得我们重视 老和尚在讲经当中 重复最多的句子 就是最重要的 我们可不能 听老和尚常常讲 哎呀老和尚怎么又来了 那这种心态不对哦 讲最多的叫苦口婆心 怕我们漏掉最关键的教会 我们要跟老师学啊 要理解老师的心哦 要做老和尚的知音哦 知己哦 最多的成德的观察 我举两句就好了 第一句 什么是修行 六根接触六成 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执着 不分别执着 我 结果啊 我有一次 到温哥华 有一个同修来接我 一上车啊 这个同修 就对我讲了 我最怕遇到学佛的人 我一听我知道他的意思 我就跟他说 我说 这位同修啊 这一句话改一下 我怕我最怕遇到学佛执着的人 他说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了 我说你刚刚那句话把老和尚都拖下水了 老和尚也是学佛 所以你看人一激动 会照口液 当然我也理解他 因为你学佛一学执着 又觉得自己很对 谁也讲不通 所以带学佛执着的人 比带军队还难 讲不通啊 那这个我们比方 这个我们刚刚的这一个总词法门 不能分别 不能执着 我 06年就遇到了 一个教育局长 刚好到卢江参与课程 他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事情 他说我们当地有一个幼儿园园长 学佛 常常跑到附近的古叉 他一千多年的佛士 去做义工 常常不到 不再幼儿园 他说到那个古叉去做义工 有功德 那就是你当幼儿园园长 没功德 你看这里面有没有分别 有没有执着 哇麻烦了 你看这个教育局长讲这个例子 谁告诉他的 不知道多少人传了传了传到他耳朵里了 所以这一个幼儿园园长已经影响 很多没学佛的人说 你看这个学佛的人都干这种事 本分事不干 跑到古叉做义工 你说这个没学的人认不认同佛法 那不就变成以身办法 他也是好心啊 他觉得要修功德 我要成就啊 所以不能分别 不能执着 我们从这一个事件 就体会到 我们看应主文超啊 指导在家人最多的是什么 敦敦敬分 你不敬本分啊 你说你修行到深山里面去了 世间人理解不了 他觉得学佛的就是逃避责任 你说能认同吗 所以学佛的人是什么 做什么像什么 当儿子是个孝子 当父亲是个好父亲 当公务员是个好领导 好下属 所以老儿子上说什么是华严经 八个字 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 你在每一个本分都是好样子 就把华严经演出来了 不能分别 不能执着啊 这个是提的第一点 是放下分别执着 不能入了佛门 增长分别执着 所以要放下什么 最重要的 轮回怎么来的 我执变现的 要在一切境界 放下自我 这叫会修 我们有一个同修修行 很精进 向上很精进 结果他全家 看着他学佛很担心 我观察了很多学佛的家庭 是什么情况 这个学佛的人 我要救我全家 然后他全家的人要救他 为什么要救他 为什么要救他 觉得他学谜了 然后他又觉得我要救全家 我们学了佛啊 我们学了佛啊 家里的人不认可啊 一定是我们的问题了 不是家人的问题了 哎 这个我当时候遇到 有个太太啊 说 哎呀我先生啊 反对我的孩子学地主规 我就跟他说 你先生会不会反对你的孩子孝顺 他说不会啊 会不会反对你的孩子 胸有地公 不会啊 你看地主规不是入则孝出则涕吗 我说你的先生会不会反对你的孩子很谨慎 不会啊 会不会反对他讲信用 不会啊 会不会反对他爱人呢 不会啊 会不会反对他清静有德行的人 不会啊 会不会反对他学习态度很好 不会啊 但是他就是反对弟子威 我刚刚问的每一个问题不就是 入则孝出则地警性爱众亲人余力学文 说实在的 他先生反对什么 反对他的执着啊 不会反对弟子规了 因为我们学的人学出执着了 他又不知道弟子规讲啥啊 他又不知道佛法讲什么 他就看你学的人是这个样子嘛 所以他不能理解了嘛 所以大家注意哦 你是先学佛的 你的亲戚朋友的法轮从你开始转啊 要转好啊 你要表演出来啊 那好 我们现在转的是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是慈悲为本 你把慈悲落实了 你的亲戚朋友会反对你 不可能啊 你一慈悲了他就感动了 佛法 佛法重实质哦 不重形式啊 我们现在变成什么 学着佛了 道理懂多了 都看别人的错了 增长傲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有开悟了 你看每一天都有小悟啊 积小悟就成大悟 积大悟就成大侧大悟 你看昨天我们 跟一位真居士 他虽然才三十多岁啊 他给我们讲解 杜色多夫 这些景观 都很 你看那一条街 全部都是用水为主题啊 设计出来的建筑物 就很有特色 我就跟他聊了 他就提到啊 他一开始学佛啊 家里的人也反对啊 他有做转变 我说你做了什么转变 你看我也学阿难尊者 情传法 他说比方说 我呢做早晚课 我做晚课的时候啊 我先生就说了 我要看电视啊 他看你在那里做晚课呢 他就不好意思看了 马上他一听 你看电视 横顺众生 他没有去要求对方 好 结果呢 过了一段时间了 他现在说 你做晚课吧 他被你感动了 你看你没有要求他 你都尊重他 所以什么事没有离开因果 我 敬人者 人恒敬之嘛 爱人者 人恒爱之 敬人是因 人敬你是果啊 所以今天你 中了要求他的种子 感来的结果是什么 他也要求你 你今天看他的缺点感到什么 他也看你缺点了 我们敏兰话说的 你看他缺缺 他看你瀑瀑啊 都是感应啊 我们敏兰话还是挺可爱的 那个声音就把那个意思传出来 你看人瀑瀑啊 你看人家不怎么样 人家也觉得你不怎么样啊 你看我们敏兰话说尴尬 你一听尴尬 那个尴尬的感觉还没有出来 我们敏兰话的尴尬叫 有没有觉得尴尬的感觉出来 这个叫英语同源 所以啊地方语啊 都是几千年老子中传的 不能让他断掉啊 要传啊 我有去学闽南语的 你看大学怎么讲 大学 这是大学 小学怎么讲 修学啊 一听尴尬的感觉不一样 音语同源 哇你看那个每一句话都有人生哲理 你看好儿子好儿子 你把你的孩子培养好了 你以后就逍遥啦 翘腿脸嘴手啊 你就很逍遥不用担心啦 坏儿子不如没有 你那孩子不孝顺啊 哎呀不如没有啊烦死啦 包含你看 一支草啊 一支草啊 上面就有一个露水 天没传人之路 一支草一点路 天没传人之路 天没有绝人之路 天生我才必有用啊 而且这些句子都押韵啊 很有味道啊 广东话也是啊 客家话都是啊 都要传的咯 还有汕头话也是啊 我得要都讲到了 不然人家说陈德法是偏心 没有讲我们客家话 所以我也在境界里面修平等心 不能只每天念清净平等觉 这个清净平等觉要在境界当中练的 力士练心 练出清净平等 练出真心来 这个叫会修行 所以这位真居士啊 他虽然年轻了 我觉得他善根很厚啊 你看他就调整 他先生就尊重他 他跟他母亲 他一开始学啊 讲他妈你这样不对 那样不对 他母亲生烦恼 后来他母亲一给他反应 他就提高警觉 我不能先要求妈妈 他完全不要求啊 很微妙 他妈妈跟着他吃素 跟着他练佛 因为你放下控制要求嘛 然后你又落实孝道 妈妈觉得你越学越孝顺了 他就欢喜老儿上的教会 欢喜经典的教会 他自然而然就主动学了 他说他妈妈现在都念佛求生净土了 所以我们是放下控制 放下自我 设身处地替人想 他放下是功夫 不是你学多少年哦 这是像哦 佛法就是不能着像哦 那有一个温哥华的同修 他很精进啊 每天找课做两个小时啊 结果啊 他家里人都生烦恼 为什么 因为他孩子还小啊 上有老下有小啊 又不知道他在学什么 怎么一进去佛堂就两个小时 很怕他出家 搞得全家很烦恼啊 我说啊 你慈悲为本啊 首先对谁慈悲啊 家 你要能感觉到自己家人的感受啊 你不能一学佛了 卢露无人之境啊 谁都感觉不到啦 只感觉到自己的而已啊 我说你要精进 你也不要让他生烦恼啊 是吧 坐半个小时就好了嘛 在车上继续念佛听经嘛 所以老和尚有教哦 你要让众生生欢喜 他看到我不高兴 我避开 他也生欢喜心嘛 我今天做 找课做两个小时 他会误会 那我就坐半个小时就好了嘛 然后呢 我多陪陪孩子啊 教教孩子啊 那我在车上 世事无碍 你要精进啊 会影响的 是吧 你多敬为父之道 多敬为子之道 你家里的人又欢喜啊 你就可以把佛法供养他了 他先认同信任 你才好忽念他 你才好提醒他 君子信而后见 讲话要有讲话的本钱哦 人家信任你 你才好劝他哦 而且他信任你了 你还要注意态度哦 何言爱语 劝欲侧净哦 好 好 所以 这个 好 刚刚举这些例子啊 就是我们不能学出执着来的 这是老和尚最常讲的一句 六根皆出六成 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这个就是 会修了 会修了 所以你对人事物都不要去分别 不要去喜欢讨厌 平等 恭敬 这个就是修普贤性 就是修平等性 那老和尚又常讲了 落实在 所学的经教 落实在 生活 工作 处事 待人接物 这样佛法跟生活就是一 没有分别了 我记得有一对夫妻 到澳洲参加课程 到金钟学院 老和尚的客人 老和尚很 会敬带课子到我 都让去的很欢喜 每一天学习还陪这些客人聊天 今天听到什么了 结果呢 这一对夫妻也很恭敬 每一天都报告 学到什么 到最后一天 总结 总结一句话 佛法不离生活 老和尚过了几秒钟 跟他说佛法就是生活 不离还是恶哦 旧事就入不二哦 哦 所以要不要入不二法门啊 我们不能搞了几十年 连门都没有啊 没入门了 这样就太冤枉了哦 那我们交流的这个题目 是 家庭工作中 落实 菩萨道 所以家庭就是菩萨道 生活工作就是菩萨道 那我们 首先 讲到这里啊 有没有 刚刚这一个多小时间 哪一个论点我抗议 我不认可 也可以提出来 我们这里不是一言塔 有没有 或者有延伸出什么困难 疑问 也可以提 没有啦 好 没有我继续讲 有的话可以提出来 或者你突然 后面才想到了 我们下午再来讨论 好 好 那我们提到啊 老和尚啊 这个 法身色力常住 好 那菩萨有六度 大家注意哦 这个六度啊 先度谁 度自己哦 你自己不能度 你自己不能度 而能度人者 无有是处哦 不思度什么 潜贪 把贪心不思掉 好 慈戒度恶业 忍度度称慧行 精进 精进度 度懈态 禅定度散乱 那 菩萨 度于痴 先度自己哦 好 那 我们先以啊 老和尚在华言经当中啊 的一段教会 家庭主妇啊 在生活中修六度 你看我们很有福气啊 有老和尚的教会 可以医职啊 这都是法药 药到病除啊 比方 老和尚讲了 不思 这两个字啊 现在人很难理解 总以为不思是到佛教寺庙 不思一点钱财 这叫不思啊 这个解的太狭隘了 不思啊 用现在的话 就是服务 全心全意 为家人服务 为众生服务 这个叫不思 服务 无论是有代价 是没有代价 有代价的 是有报仇的服务 无代价是无报仇的服务 那没有报仇的 这个叫义工 义务的服务 所以我们也感谢 这几天我们 历历居士 还有我们 阿庆 他们 都很热情 煮的菜又很好吃 大家有没有吃出 菩提心感恩心 没有贪心 我好好精进念佛 回向给我们阿庆 还有回向给莉莉 激世 这个会修行吃出菩提心来 念施主恩 念众生恩 这个劝发菩提心文 都有教导 那这个 有代价的布施 得福报小 无代价 义务的布施 得福报大 而且这里老和尚说 如果能与空信相应 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 所以了凡世训 说你的布施是内不见己 外不见人 终不见所思之物 是为三轮体空 是为一心清静 你布施了 一点都不着想 心里痕迹都不漏 那这个是 清静心 布施跟真心相应了 真心有没有边际 没有 所以 经刚经说 菩萨不着相布施 其福德不可称良 没有办法算 所以了凡世训说 菩萨修布施 斗树可以种无牙之福 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 因为他跟真心相应 跟空性相应 所以我们 阿庆是做而无作 他从来没有去说我做了哪一些 他跟自性相应 那这个福报无量无边 所以 这个无论有没有代价 因为他没有放心上 福报都是无量无边 那是真正的菩萨行 而且我们修学布施波罗蜜 还跟普贤菩萨相应 就是无有间断 无有疲厌 这个布施没有间断 而且不疲不厌 我看 我们阿庆越干越有精神 这个没有疲厌 这个显示出无碍 胜利 不但布施的心愿 无间无断 布施的行业 同样也是无间无断 正如我们日常生活一样 每天都干 越干越欢喜 你看我们老儿上干了多少年 六十多年 讲经不中断 八十多岁的一天讲四个小时 把普贤行表演给我们看 所以普贤行怎么做 你只要想老儿上怎么做的 你就知道了 你看老儿上有没有礼敬诸佛 对每个人都恭敬 哪怕对一个孩子 跟这个小朋友说明天给你糖吃 一敬到六合圆 一敬家门 马上交代 赶快给我准备糖果 明天给小朋友送去 礼敬诸佛 称赞如来 你看老儿上 赞叹 海贤老儿上 赞叹夏老黄老 赞叹道圣和父先生 赞叹黄凤怡老先生 你看做得好的 赞叹 赞叹果青律师慈介 你看都表演 深赞深给我们看 我们要干得懂 称赞如来 再来广修供养 老儿上法宝都是免费的 这个是三种供养都有了 内财外财 老儿上讲经是内财不思 法不思 我们听了老儿上的法了 礼得兴安 没有忧虑 没有恐惧了 无微不思了 老儿上常在讲习当中 自我反省 这个都是表演 忏悔业障 给我们看 我曾经在老儿上讲 普贤十愿 老儿上针对哪些做法不同 跟大众忏悔 我当时非常震动 在台湾 在菩提别院里面 我印象终身难忘 那这个是我们的福报 遇到老儿上 你只要想老儿上六度怎么做的 福贤十愿怎么做 你就知道了 这真的是我们的福气 遇到了要效法 不能遇到了 老儿上是再来人 我不行 这一念就是障碍 老儿上是再来人 他有没有说 我要表演 表演他做不到的 再来人是怎么表演的 应激 随重身心 因所知量 一定是表演我们做得到的 哪可能表演我们做不到的 所以不能顺着自己的意识想事情 要顺着经典 随重身心 应我们的机的 我自己初学佛是听了老儿上这一段 释迦牟尼佛跟你讲的话 会讲完之后跟你说 嘿嘿对不起你做不到 那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 我一听 哎呀 应激给我们说的 都是我们做得到的 这个观念一建立了 听老儿上讲法 只想着如何做 不会想做不到 在哪里做 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 这样听经就养成一个习惯 而且老儿上一开解一个道理 理敬诸佛怎么做 怎么理敬人 怎么理敬事 怎么理敬物 都是在生活里面 我们听啊听啊也会养成这个习惯 老儿上说 理敬诸佛 比方说桌子 你怎么理敬他 你不能给他磕头吧 那人家说这个学佛的脑子有问题 你怎么理敬他 好好用他 把它擦干净 感恩他 理敬啊 讲得非常仔细啊 具体啊 遇到这样的高深呢 我们好好珍惜啊 依教奉行啊 我们就得真实的利益了 你看老爸上讲的 行业 都可以行普贤行 那家庭主妇是不是一个行业啊 我感觉是最重要的行业 这个社会能不能出人才 社会有没有未来 这个行业很重要 我见的这个做胎教的妈妈 哇那个孩子 都会清除于难 神于难 老爸上说了 过去我记得啊 曾经在休斯顿演讲的时候 演讲完之后啊 有一位同修提出问题 他举一个例子 我们家庭主妇啊 怎么修 菩萨恨 怎么修菩萨道 他问得很好 这是一个例子 家庭主妇啊 从早到啊 瞒着家务事情啊 每天都做同样的事 工作 时间久了啊 可能会怨天尤人 牢骚满腹啊 但是如果学佛了 通达大成 他念头一转 所以落实其实就是 转念了 转变了 转变自己的心态 念头一转 他每天做的工作啊 就是修六菩萨蜜 就是修普贤行 他每天做那些事情啊 是菩萨道 是佛道 他天天做的快乐无比 跟普贤菩萨一样 不疲不厌 念头转过来了 工作没有变 一样照常 果报完全不相同 同样是家庭主妇啊 比方从早晨起来 就要打扫家里面 清洁环境 将这个家整理的干干净净 整整集齐啊 让一家人过得很舒服 这是你对一家人修布施波罗蜜 刚刚讲服务 为你一家人服务 用你的劳力 用你的智慧去布施 用你的劳力呢 是属于内财布施 用你的智慧是属于法布施 你照顾人照顾家呢 有智慧哦 越照顾越好 你看你的孩子很会做事啊 受谁影响 妈妈带的啊 这个是法布施 用你的爱心照顾家人 是属于无微布施 三种布施都有了 你看孩子为什么觉得很安定 随时都有妈妈的爱在 这是你对家里的这些有缘的众生 再来呢你的工作很有程序 很有条理 一点都不混乱 你整理厨房啊 都很有脏法 这个是持戒布施密 持戒就是手法 你做事都很有脏法 再来你很有耐性 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耐性 耐心就是忍辱布施密 天天做这些事情 年年做这些事情 不疲不厌 忍辱布施密 不但天天要做啊 还要求改进 希望家里人能够生活的更舒服 生活的更快乐 天天进步啊 叫精进波罗蜜 好 你是家庭主妇 自己有主意 有主宰 不为环境所动摇 不为外界所诱惑 这是禅定波罗蜜 家庭主妇啊 不会被手机所控制 你有定工 不会被麻将所控制 你有定工 不会啊 人家什么说法 哎呀你这个教孩子 我看还要学这个学那个啦 不然你孩子赶不上别人 我一下子你动心了 这个 倫理道德因果教育 你没有摆在第一位了 那你就禅定不够了 大家注意哦 培养孩子要得才兼备 品学兼优 请问什么摆在前面 品德 你把德排后面哦 培养出才胜过德 的孩子哦 叫危险品 对家庭对社会 very dangerous 因为他很聪明很有才能哦 他德行不够哦 很危险哦 嗯 这个是知智通信 一开始就强调 才要得圣才 不能才圣德 德才全具备的叫圣人 德圣才位之君子 才圣得位之小人 啊 德才都没有称为余人 你没有圣人君子可以用 明可用余人 不可用小人 哦 所以这个 这些教诲都很重要哦 有从历史里面学经验 知智通见 司马迁先生 花了19年哦 好 这个不为外境所影响 这是禅定波罗蜜 哦 人家都不理解你 人不知而不韵 也不难过 不委屈 这都是禅定哦 很笃定的 朝着正确的方向 当然 你也要理解家里的人 从你自己做起 不要去要求他们 教人以善物过高 当时其可从 要守住什么 中树之道 言以律己 宽以 待人 我们这几天结缘的 其中有群书制药的句子 有一句叫 公至厚 反公内行 要厚 其实就是言以律己 博则于人 责备人 要博 就是要宽以待人 则远怨你 你会远离别人的埋怨 所以我们思考一下 哪个亲戚朋友怨我 有可能我们是言以律人 宽以待己 人家心里不服了 所以中树存心 我们就不容易生埋怨 这是禅定波罗蜜 你能把一家人 看作你度化的众生 你是菩萨来度众生 这几个众生 天天跟你生活在一起 先度他 知道家人通通是法眷属 你不着在这个相上 不着在亲人的相 产生情指 你是很清楚明白 解法缘 法眷属 但愿人长久 唯有念弥陀 亲眷勇团聚 法界逍遥有 你看面对境界清除 你有泼的智慧了 本来是感情上的眷属 一变成为法眷属 这是波罗蜜 你有智慧了 你又清楚又明了 你这一家整齐了 你这一个家庭 是所有家庭的榜样 所有家庭的模范 你的亲戚朋友 你的邻居没有不羡慕你的 没有不赞叹你的 发心来效法你 跟你学习 你用这一个家就度了很多的家 我刚刚举过例子 那把孩子一带出去 不认识的人都过来 你的孩子怎么教的 影响很多家 家家得度 就社会得度 各个社会得度 就国家得度 世界得度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我们在家庭里面做家庭主妇 洗洗衣服 烧烧饭 这个洗洗衣服烧烧饭的功德 就尽虚空便法戒 因为你的心是心包太虚的 在行菩萨道 为什么洗衣服烧饭里面 具足六波罗蜜 你们想想对不对 点点滴滴 不要看到事情小 不要去分别事情的小大 这是菩萨事业 菩萨事业里没有大小 因为没有分别 大与空性相应 与真心相应 小也与空性相应 你用真心去做一切事都是圆满的 没有分别大小 是吧 你一分别执着 就是烦恼 没有功德 所以没有大小 没有轻重 所以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 你就契入不恶法门 你没有分别了 不恶法门 就是无障碍的法门 就是不思议的境界 就是与空性相应 家庭主妇如是 家庭主妇就是行菩萨道 老婆再缩小 小大圆龙 这一段很精彩 家庭主妇再缩小 煮一餐饭 炒个菜 六度波罗蜜 都在 都全了 你们想想看 对不对 你能不能看得出来 所以一念觉悟啊 他就是修菩萨道 他就在做佛做菩萨 一念谜就是做凡夫 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抱怨自己没有福报 家里没有用人 没有人来伺候 自己还得下厨房 总是不甘心不情愿 那这个念头就变凡夫了 那就搞六道轮回了 你看煮一餐饭是菩萨还是凡夫 念头不一样啊 你看看不都是一个念头转变的吗 你看我们在炒菜的时候 炒给我们家这些佛吃啊 你炒饭就是普贤行 礼敬诸佛 广修供养 你炒的时候内采布施啊 是吧 炒的菜炒的太好吃了 你的女儿马上过来 妈怎么做的 你给她做法布施 吃我妈的菜最健康 无味布施了 你炒一个菜是布施啊 是不是慈戒 你炒菜顺序不对了 菜味就没了 哇 那个我们这几天在法兰克福 吃我们的红居士煮的菜 哇 那个菜的原味都被她炒出来了 厉害 家常菜啊六星级的 她一定有她的章法 慈戒 再来呢 这几天炒 哇 三十度了 忍路 这么热呢 还炒得欢喜 不嫌烦 不嫌热 忍入波罗蜜 越炒越好叫精精 炒的时候还念着阿弥陀佛 心里都没有散乱 是吧 你炒炒炒 想到别的地方会烫到 你看禅定不散乱 炒菜的时候明明白白在行菩萨道 般若 你看炒一个菜是不是六度 我再延伸开来不是炒菜是六度 你是觉悟 请问你开车是不是修六度 开车的时候开得很平稳 车上的人不会晕车 财不失 累财啊 法布施 你开得很好啊 法布施 你看我父亲开车的时候 再快也没有集那五分钟 他就给我做表率了 所以我开车一来不快 二来不按喇叭 我爸爸我没有看过他按喇叭 看到有人来了就停下来等人家了 不按喇叭 这三种布施都有了 再来持戒 开车所规矩持戒 看到行人就停下来了 持戒 开车的时候啊 哪怕塞车 继续听经念阿弥陀佛 没有脾气 忍怒 那有时候 也有境界喔 人家嗯 给你抄过来 你就有一个冲动 我给你抄过去 你就没有忍怒了 再来开车的时候 心很定 禅定 不散乱 开着开着想其他的事 会出事的 你开车的时候明白 开车就是菩萨道 我遇到一个小朋友说 我不敢坐我外公的车 因为他外公踩沙车都踩得太用力了 每一次他看到外公的车 就怕自己会吐 会晕车嘛 常常这样晃啊晃啊 所以 炒菜是六度 开车是六度 你会修了 一级一切 哦 你的一个眼神里面有六度 有没有 你看你这个眼神里面 安定对方的心 这个是无微不实的 你给他做表率 也是法不实的 你的眼神当中没有杀气 你持不杀戒了 持戒 是吧 你的眼神里面不急也不虚啊 忍辱 你的眼神 越来越有智慧 精进 越来越有慈悲的磁场 我们 汉学院第一届第二届的同学 一回想 亲近老和尚 都会讲到老和尚的眼神 给人家信任 给人家力量 给人家关爱 给人一种智慧 那种眼神很深邃 考虑的很远 哇 你看一个眼睛哦 触动学生那么多善根 眼神里有波罗蜜 哇 你看 你看到老和尚的眼神 你都安定下来 他的禅定就 就忽念到你的心了 所以无有一法不是佛法 一个眼神也是佛法 波罗智慧了 离一切相 你不着相 集一切法 无有一法不是佛法 好 所以你看老和尚这些教诲重要啊 所以由此可知啊 无论我们从事哪一个行业 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 就是念头会不会转 念头一转 你跟真心相应了 你就是行菩萨道了 好 你就是修六度啊 就是修十大愿王 念头转不过来 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 凡圣的差别啊 跟诸位同修说 不是在世上的差别 同样做家庭主妇 同样 你做公务员 做医生 做各行各业 是在念头上的差别 你做医生都想着要赚钱 那这个凡复兴 那这个凡复兴呢 你做医生都想着要救死福上 那这个医生就是菩萨道了 好 那这个最后啊 在供养大家 老和尚曾经讲过 两次 望静还原观 这是华言经的总结 无量寻 无量寻经 是中本 华言 都是世无爱的法界 那我们能受词啊 这个 这个 望静还原观里面 讲最多的是什么呢 是 菩萨四德 把 菩萨道啊 总结成四个肛灵 而且你只要掌握这四个肛灵啊 任何事情都能解决 我们有这个信心哦 好 以后大家一遇到任何事情要处理啊 一定要提起这菩萨四德 第一个 谁缘妙用 无方得 谁任何一个静缘 都能妙用 妙在哪 妙在 自己就在这个缘里面 自受用 自己提升了 相关的人 他受用 他也提升了 妙啊 无方得 没有固定的地方 没有固定的方法 因财 施教 因人 因地 因实 契合那个机缘 所以上善落水啊 你看水 可以随缘 就方 你拿一个圆筒子 他就敬圆筒子 拿一个方筒子 他就敬方筒子 可是冰块不行 是吧 你看一冰块 他很大块啊 这个容器太小 他进不去了 冰块啊 很硬有没有 就跟我们的脾气一样硬啊 你有脾气了 你就妙不了了 大家有没有听过 佛经里面说 哪一尊菩萨 很有个性 很有脾气 没有喔 好 所以学佛啊 不能有脾气 不能有个性 不然就行不了菩萨道 因为你一有个性啊 你就会有零零角角 你一出现啊 就伤了别人 你那个零角就割伤别人了 要去零零角角 外缘 内方 这个 随缘妙用 无方的 你一听啊 随任何缘都能自行化他 这样日子好不好过啊 是是是好事喔 哎呀 又来成就我了 妙啊 这个心态就妙得起来了 你每一天想 哎呀 怎么又来找我 我好倒霉喔 你就妙不了了 那 老和尚开解 所以大家可以上网 老和尚有讲菩萨式的 妙在哪呢 妙在你遇到境界 啊不起情绪 你一起情绪 头就昏了 做不了主了 妙在呢 念念为对方想 你慈悲心起作用了 妙在呢 对对方没有成见 你才能真诚 你对对方有成绩 一看到他就 不舒服的感觉就上来 你妙不了了 你一看他不顺眼 他马上收到 他也看你不顺眼 治他不饿啊 互相交感了 你看妙在你用真心 妙在你心里都有 阿弥陀佛这句佛号 因为呢 你不把佛号放在心里啊 妙念就会进来 就妙不了了 虚于被念佛之心 刹那即结业之说啊 你起了念头了 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 不能不念佛啊 所以我们 每一次课程前念阿弥陀佛也是表法 黄念老说的 不要求我们把念佛当唯一啊 但是希望我们把念佛摆第一啊 有没有道理 有啊 你每天去处理事情 你每天讲的每一句话从哪里来的 从你的心出来的啊 你的心的状况好了 你才能处理好事啊 才能讲好话 你心里情绪都浮不了了 你一讲话就出错 所以心最重要 心要靠念佛才能定啊 心才能清静啊 所以念佛要摆第一啊 我每天在忙啊 念佛不敢少于一万生啊 这几天来德国 德国吃长好啊 每一天没有少过三万生啊 因为去绕了四驱一圈啊 走路都可以念佛啊 行住坐卧穿衣吃饭 从朝至暮从暮至朝 一句佛号不令间断 或小生念或默念 除念佛外不起别念 若或妄念一起 当下就要叫他消灭 这燕光大师指导我们很具体啊 好 好 那 这个 随任何的缘 妙用 好 这个 真的没有坏事 只要你用的是真心 只要你用的是真心 好 这个 比方我们遇到啊 工作上的挑战 心里一转 哎 好 我也跟一些年轻的 同仁讲 你看我们以前上课啊 学的是 理论篇的 群术教 现在实战篇来了 真正 不是翻翻书的理论而已 哦 一下子 不觉得是困难 问题 觉得是 落实群术教 落实佛法 结果呢 我们没有生烦恼 用真诚心去面对 经过这件事之后啊 所有的年轻人都难忘这件事 你说这好坏事吗 所以你看老儿章遇到很大的挑战啊 表演给我们看啊 再大的困难 老儿章 总结 都是 处逆境随恶缘 无惩慧 业障竟消 随顺境 处善缘 无贪吃 福慧权限 那每一个境界都是帮我们消业障 跟增长福慧 那有坏事吗 就妙了 我们也遇过啊 有一个同修 遇到 他的孩子的同学 怀孕了 十几岁 他来问我啊 说 我那个十几岁的孩子还学佛呢 那我跟他讲了一段话 妥不妥当 他跟我问到了 首先呢 他就指责这个孩子 但是 我说你这样不妥 因为事情已经什么 造成了 见人错事 这李秉兰老师叫做 不指责 要协助 我们不要着相啊 遇到天啊 怎么这么搞啊 你自己动情绪 你也描不起来 你没有办法做他好的真上缘 我跟大家换另外一个角度讲 这个孩子怀孕不是偶然 是必然 他不是十八岁怀孕 他也会二十岁怀孕 大家觉得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哈啰 哈啰 我们人喔 都是有那种侥幸心 你这个孩子没有建立正确的思想观念 他是迟早的问题啦 你不要侥幸啦 可是当他真的遇到的时候 你能当父母的人 以很正确的态度去面对的时候 你的孩子的观念态度才建立得起来啦 除非你已经教他了 不然就是必然会遇到的 那当 我们长辈遇到了 先 爱护他 陪他商量 进一步 跟他的家长沟通 因为缘分当中 也有主要的影响 谁是主要影响 他的父母 所以这一个问题啊 主要是他父母的问题 因为孩子 还没成年 十六七而已啊 父母有责任啊 所以当他的父母 建立起观念了 孩子 事情发生了 我们怎么来处理 而不是骂他 你越骂 这个孩子离你越远了 后面会再出现什么事就很难讲了 你用真心了 没有坏事 就像昨天提到 一位杨医师 她的女儿 忧郁郁症啊 她的心态非常好 不只孩子 恢复健康啊 还因为这个缘呢 互念了很多 可能有忧郁症的家庭 随缘 妙用啊 我们 体会到这个 随缘妙用了 从今天开始过什么日子呢 日日是好日 时时是好时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每个人来成就我了 每一件事都是让我表演佛法 为人演说 每天过 人生最高的享受 过佛菩萨的日子 把六度普闲行 菩萨试得用上 好 那就 给众生 表演 不只老和尚表演 人生最高的享受 不能只有老和尚表演 谁表演 自己要表演 第二呢 柔和直直色身的 不 威夷助持有责得 这个叫身教 威夷助持有责 以身做责 你有身教了 进一步什么 言教 柔和直直色身的 不能理直气壮 理直要气和 要和言爱语 劝欲测经 那 这个威夷助持有责得 我们的身教 你不能给小朋友 乱开玩笑 他可能对你父母就不恭敬了 当然不是不幽默 可以幽默 但不能太轻浮乱开玩笑 再来 笑剑为传家之本 你要把笑剑演给孩子看 勤俭为持家之本 勤劳节俭你要表演出来 谨慎为保家之本 你孩子写考卷都初心 有可能你也不够细心 以身作者给他看 和顺为其家之本 你不发脾气 佳和万事兴表演出来 诗书为其家之本 主子孙虽于经书不可不读 你读经才能开智慧 学圣贤教会 从父母的身教带动起 这身教 再来言语柔和之志 所以不能着相 你是我孩子 就得听我的你着相 要放下控制 放下强势 不能打着我为你好 的大棋 行控制的行为 应该尊重孩子 多倾听孩子的心声 你才能够知其心 你还了解他在想什么 然后可以掌其善救其失 不能干爱你没商量的事情 现在叫理解万岁 理解孩子 理解他人 而且这个 柔和是柔软体恤 直指是真诚 不要去盯孩子的不好 劝他的时候很柔软 先肯定他 先美其长 他的长处 盖其心喜 他被你肯定欢喜 善言易如 话容易听进去 知所先后 言语也要有先后 你不能一看到他 我跟你讲 有件事我一定要跟你说明白 他一听就紧张了 你先肯定他 他欢喜 在互念他 好 这个是言语 最后呢 普代众生受苦的 代众生苦 奇怪了 公修空德婆修婆德 代得了吗 间接的代 比方 李秉兰老师是榜样 他一个人 好几个工作 一天才吃一餐 一个人的工作 一般人的四倍 你要跟他见面 一个礼拜前就要跟他约了 结果他 他收入不错 通通布施出去 供养众生 这叫代众生苦 包含他的榜样 你看他生活 辛苦 安平乐道 众生看了感动了 效法他 他多余的钱财都布施出去 所以人节俭 省下来的呢 可以帮助最穷苦的人 你看我们 这个 德国 在路上就看到 好大的箱子啊 都放那些 衣服捐出去的 可能可以到非洲 捐给那个没衣服穿的人 都会想到这些贫苦的人 包含我观察到 这个 同修也提了 最好的停车位 都是留给残障的人 这个有 李运大同篇讲的 观寡孤独废极者 皆有所养 所以你看这些 我们德国的做法 代表这个地方的人 有爱心 都会有这个 一切法从 心想生嘛 所以保持这些好的 存心传统啊 这个地方有福报 所以 为什么节俭跟仁德相应 因为你省下来的 可以帮助人 像我们这个 惠公长老 你看他们 帮助好多 这些地区 尤其是儿童 不然很多会饿死 好 好 那一般的人 他为什么工作认真 因为他有名利的推动 但是呢 我们学佛的 或者佛不善 他是慈悲心在推动 有利重的心 所以为什么他能 烦恼无尽事愿断 为了众生 给众生做保养 他为什么能法门无量 事愿学 他学多了 可以应众生的机 佛道无上 事愿成 都是为了众生 他做榜样 他找一点成佛 他能帮助更多众生 所以应有众生 这个也是普贤型 而起大悲 因有大悲 生菩提心 因菩提心 成本正觉 所以佛菩萨 为什么很爱护众生 因为众生的苦 让他的慈悲心 出来了 菩提心出来 所以他成佛 他感谢众生成就他 所以我们爱护众生 佛菩萨最欢喜 所以我们照顾好众生 就是对佛菩萨最好的回报 众生欢喜 佛菩萨欢喜 好 这个是代众生苦 所以我们要去帮助别人 要记得 要有耐心 对方有业力 他的家庭有业力 整个社会有业力 你不是讲一句他就转过来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我也有业力 所以要很有耐性 互念他两个月了 狗咬吕洞兵 的信不是好人心 这个要生气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不然你前两个月就前功敬季了 都要带众生苦 要有耐心 好 今天就跟大家 先交流到这里 祝福大家 和家平安 这个福慧增长 这个六识吉祥 光束无量 阿弥陀佛